自當全高遠 風雲高 香港特區政府風雨飄搖 可以說是否走上絕路發財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竟然宣稱 說要考慮加一隻資本增值稅 此雨一出 即時遭到香港財經界一致的反對 它的效力真是不下於前特首林鄭月娥推出的送中法 不過陳茂波聲稱叫做諮詢 現在你的資本增值稅很簡單 不需要諮詢 諮詢的結果就是一致反對 我看不到有人支持的 你看看這個陳茂波是否接受諮詢的即時 這個負面反應的意見 我相信以這些中國人的民族性 再加上一個小男人水鬼星成王做到這麼高位 無一例外一定是跟前特首林鄭月娥那種小小家家 那種一定要堅持鬥氣到底的一樣 你看看我有沒有說中 這個資本增值稅尤其一推出 美資的摩根大通即刻是嚴厲警告 一旦你夠膽碰這件事 香港的樓市將會出現恐慌性的拋售 恐慌性啊 另外 香港親中愛國的地產商 施永青也都是不甘後人 以一個地產商的專家是嚴正警告 他說香港是不適宜開徵這隻資本增值稅 施永青就嚴正指出 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有資本增值稅 目的是為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是視為減輕貧富懸殊的手段 因為窮人的收入主要來自工作 而富人大量來自資產升值的收入 但是施永青就嚴厲警告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時候 用他的說法就叫做香港回歸祖國時 按中央政府的部署 就是按照中國的意思 是要繼續行資本主義 維持與國際的關係 因此施永青是警告 你要引入這隻資本增值稅的時候 不應只顧社會主義理念 還要考慮是否有助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本代表摩根大通就說 你一旦敢碰這件事 是會引致樓市的崩潰 這些這麼嚴厲的反應 是會促使到我認為 這些當家作主的土著政權 他們的自尊心受到打擊 於是更加用一隻民族自尊鬥氣的反彈 是一定會推行到底 這些是種種跡象 你看到了 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 所謂港人治港的政府 那些什麼科科考第一 專業人士 你看看這個叫盧寵茂 做衛生食物風力局局長的時候 陳肇始 林鄭這些 在動態清零的時候 各方面包括外國的商會 香港的商界叫它不好 但是它一定會做到底 所以說這些什麼諮詢民意 全部是廢話來的 這些是煙幕來的 但是現在糟糕了 你拿到這個資本增值稅 我覺得是變了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陳茂波可能會接到 他更加高的主人的指示 就是鑑於很多香港人 包括現在的藍絲親中外國那邊 蠢蠢欲動 想拋售自己住的物業 逃遁往這個人間地獄的英國 所以為了要制止更多的香港人 賣樓 然後拿錢運過去英國 所以是要實行這個政治性的資本增值稅 所以這個問題現在開始打出一個缺口 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遊戲 香港特區的土著精英 港人治港的政府 他們搞亂香港的同時 也都必然遵循這個 自從1945年殖民地紛紛獨立 很多這些第三世界亞洲非洲的落後民族 是會獨立取得政權之後 一定是敗了前英國和法國殖民主義者 為他們積累的資本的 一個最鮮明的例子就是1976年 這個柬埔寨 當法國殖民管治退出柬埔寨之後 由一個低能的國王施漢樂 頂了十幾二十年 最終是將他交給施永青 所最恐懼的極端社會主義的赤簡 就是大陸聲稱紅色膏棉 來強力實行財富平均分配 這個不但資本增值稅 還用一些槍托和刺刀 將金邊的那些人包括業主 趕去農村那裡耕田 結果就直接屠殺二百萬人 包括柬埔寨人和中國人 這些就是一些沒有資格當家作主的落後民族 就是要不服氣挑戰歷史規律的結果 現在香港根據施永青的嚴厲警告 你正在想行社會主義 正在想行社會主義這個指控 就不是說特區官員無能的 是這麼簡單的 土著 而是你簡直是想更改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這個指控是非常之嚴重的 尤其是這兩天的恆生指數跌破萬六點 真是精彩繽紛 外資是紛紛走投 而另一方面 這些敗政 全部指向陳茂波即時的上司 特首李家超 李家超的民望也都出現崩潰的狀況 最新的調查 民意調查是相當之騎的 在短短一個月內 短短一個月內 李家超特首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民望 急劇下挫 李家超的民望的正值是21% 比起一個月前的調查34%是跌了一成多 特區政府的滿意率正值就有16% 這次大風暴又來了 所以總總跡象顯示 李家超他現在的處境和形象正在出現林鄭月娥化 李家超的林鄭化 現在最終的就立志是這次的 最終的就是 哇 真是 哇 都沒有那麼快 非常之精彩 是不是呢 鮑先生 徒先生 我覺得這次的這個風 去考慮這個資本增值稅是有QK的 因為如果在一般的經濟角度 或者一個理論來講 從來只是一個經濟起飛 或者樓市股市升得很快的时候 令到贫富懸殊再加上政府是希望从中分一杯羹 那个时候他才会推行这些资本增值税 或者所谓的消费税这类的加征的税项 一定是好景的时候才会征收的 但是从来没有可能在这些财政赤字 或者整个股市楼市在下行的期间会想这条条件出来 表面上是想增加政府收入 这个就是人都知 但是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是得不尝失的 因为当你卖一层楼 例如你赚900万1000万的时候 你要纳成200-300万去到400万的资产增值税 这个随便举一个例子 是人都不会卖的 甚至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 例如用公司来hold这个物业 接着转换公司 现在都是用这些方法来给印花税的 所以其实这个资本增值税 如果你要真真正正实行的时候 你要立很多的税务法例 和堵塞很多漏洞 才能够成功 所以施先生说 今次我就支持施先生 他就说这个行政成本会很高的 这个政府是得不常失 还有很多人因为这样的时候 反而就不卖楼 你不卖楼 连印花税你都没卖 何俗来这个资本增值税呢 所以其实呢 想增加政府收入这个角 这个表面只是第一层来的而已 刚才你提及的那个 其实就是要截住那些人 让他们不卖楼 不卖楼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卖不了楼 你就起不了身走 就去不了一个地獄角 叫做英国嘛 那些牛油龟的地方嘛 千万不要去啊 不要去啊 大家都知道了 去大湾区啊 搬大湾区啦 搬去北京上海住 去英国把鬼吗 那些是中国人来的嘛 是不是啊 是啊 今年2024年呢 其实我大胆说 全香港人 只有一件事要做的而已 就是卖楼 这个事呢 我在我身边的朋友 亲戚 朋友的朋友 里面 他们在香港 都是在做这件事 就是希望层楼快点脱手 当然有些部分 希望就起程 搭飞机 无论去澳洲 无论去加拿大 或者英国 不重要 就算他不是打算移民 他都希望将层楼脱手 因为他怕一路跌下去 他就 那个变成负资产 或者赚得少 于是乎 寧愿套演 套完演之后 做什么呢 将他变美金 或者变英镑 就摆下离岸户口 香港人呢 很实际的 这件事就是他们2023年 如果做不到 2024年一定要做的事 那陈茂波是什么人呢 陈茂波 他是鼓劃仔 其实你猜他真是为了 香港的庫房着想 他做多几年 他跟着已经可以 这个啪啪啦又走 那个庫房赤字 关他什么事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有一道死命令 无论来自他所谓的阿爷也好 或者他想再上一层楼 要达成一些政治的任务 也都可能 就是制止香港人 继续这样流失 和他们的资产 包括楼换回来的现金 和那些公积金 走了那几千个老师 可以预先拿走的公积金 这些全部呢 现在香港的政府 面临的赤字 这个问题的所在就是这里了 很多人不留意 以为只不过是一个 楼市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 人口和移民的问题 是一个政治问题 尤其是摩根大通 这些挑通眼眉的 他一眼就看得出 你现在要出此下策 是表示整个特区政府 那个财困已经是非常之严重 这个信息 是一定会准确无误 是传回到美国和欧洲 尤其是西方文明国家 是一定笑区区 看着这个香港是由前英国 交给你一个这么繁荣的国际经济贸易城市 是慢慢赤简化 现在你不用咨询了 三个建制的专家一致反对 除了美国的摩根大通勢 包括施荣青 还有就算是立法会里面 这个爱国者治港 这位叫财务委员会主席 陈振英 都在那里警告 如果你敢动这些 会促使更多海外资金撤离 本来已经低的港股 势必雪上加伤 也都会引发着业主强烈反对 这个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 爱国爱港 另外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专家兼学人李兆波 也都是警告 这只资本增值税或者股票利息税 应该是经济环境好时加持 而不是现在穷涂抹路的时候做 李兆波所讲错的就是 资本增值税是经济环境好的时候都不会开 否则呢 这个前殖民地主人英国 一早就移动了这只资本增值税 人家80年代90年代 无论是魏逸逊、彭定康的时候 香港的房子 就算是曾荫权爵士 是领导香港的时候的房子够上了 经济相对来说够上了 都没有想过资本增值税 所以资本增值税在经济好的时候 暢旺的时候 是更加没有必要移动 所以这些完全是违反经济和理财政策的常识的 如果你真的要增加富房收入 其实有一样可以考虑 就是前富商公子身份出身 这些人都没有想过资本财政司司长的唐英年在任期间 他是取消香港遗产税 是的 如果你陈茂波说要访效这些什么英国 西方要做这些资本增值税 英国是有遗产税的 不如你又效法开遗产税 你敢不敢 如果你做到遗产税 他说更加厉害 你知不知道 现在人家英国人 是交一个低税制 简单税制成功的例子 给你这些抱住 给你这些当家作主 你现在是将它搞残之后 那个方法是哪些 于是拋头 拋多头 拋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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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蚂 可以割韭菜 那个方式在洞骨头 所以现在 美国 外资 摩根大通 是看穿你的底牌 你现在整个香港 在港人治港 这些劣率管治之下 四个字 叫做 一敗逃地 接著就會外資走人 下一步引發更大的風暴 但是正如林鄭月娥的那個送中法 她一定不信邪的 是吧 這個因為激發了她那個叫做考第一 那些精英的傲慢 所以她一定跟你大陸老華齋對著幹 現在一場大風暴即將開始 所以我結合到1994年之後 那些第三世界紛紛脫離殖民地獨立之後 那種脾氣和性格 包括這些什麼津巴布衛 南非 中非共和國 尼日利亞 柬埔寨 甚至越南這些 她一定是這麼做的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證明了西方文明 在這三百年為什麼會領導人類是有原因的 因為有些人有些民族 真是沒有資格自己當家作主 這就有證明了 所以這次施永斥直接情警告 你現在想在香港引入社會主義制度 你現在想在香港引入社會主義制度 你現在要是多出事了 所以我現在要有幾個發展 然後已經有幾個發展 中國主人將會下一步奉習近平命令 或者是習近平的意思 向香港的地產界開刀 所以這一場是一個變相的共產運動開始 所以是非常之嚴重 下期震撼 我都說了 不下於 23條都走在一邊 不下於林鄭月娥的送中條例 是不是 整個立法會都是親中愛國 這90個人 每個人很多是心懷鬼胎 為什麼你連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這些都會出聲呢? 每個人都有樓的 他們沒有樓嗎? 他們不想走嗎? 中國人全部是兩面人來的 所以這個深水炸彈現在厲害了 另一方面 走資那些什麼特首民望低 他現在採你都傻 他現在只會是想向這個習近平主人交心 落實好 交給他的國安法 壓倒一切 那個管治 現在就是這樣 沒錯 其實2024年我們都預言了 比23條更加多和更加猛烈的風暴是正在來的 無論在國際或者香港的情況 那陳茂波這個資本增值稅的這些暢議或者是一些這樣的想法 放風出來呢 就希望試水溫 很明顯呢 他一定是收了一個政治的任務在裏面 而裏面更加深一層呢 其實就是李家超 這個弱勢的特首 還有呢 他只是不斷呢 希望立23條呢 來去續命 為什麼叫做續命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他做一屆已經是頂了的了 不腳痛下台都算笑的了 但是他希望呢 能夠完成23條立法呢 去黑球多一屆的任期 或者呢 令到他的管治呢 可以更加有力 為什麼呢 因為旁邊左右很多人在看著他這個特首 有人在用國安法這個實施 和更加辣的手段呢 去表現自己的能力 那也都有人希望在一個財政的預算 和在一個財政的政策上面呢 去表忠 去配合這個國家雅爺的政策 令到這個資金不好呢 流走 或者去到英國 新加坡 加拿大這些地方 其實所有人表面上呢 就在盡忠職守 實際上是不顧香港死活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他們自己的官運亨通 和可以再上一層樓 所以其實這次資本增值稅一定不是李家超 甚至不是這個鄧炳強那邊的儀式 因為第一他們不認識 第二 這個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也沒有想到這個政策 其實這個政策會影響他們自己的施政 但是這個絕對是陳茂波自己的個人利益所在 如果他能夠完成任務 他就可以有望再上了 這個什麼就陷入了當初 送中條例的社會的猜測 那些人都想著是中方 習近平叫林鄭推出送中條例嘛 結果搞到一百萬人二百萬人遊行之後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突然間 向外國勢力的BBC爆料 他說送中條例不是中國授意叫林鄭做的嘛 是他自己做的嘛 所以他們的中國主人是當見到出現雪崩式的效應的時候 是隨時撇清責任 我沒有叫你這樣做 是你自己這樣做 所以當初這個送中條例推出的時候 為什麼一百萬人抗議的時候 林鄭死牛一變頸是要提交立法會通過呢 估都估不到的嘛 你以為真是 會不會是蠢到那麼膠瓜 一定是上面叫爺叫 結果叫爺不認的嘛 這個也是香港的 現在由林鄭開始 這個特區政府敗政的一條方程式 現在你都這樣估的 你都以為陳茂波沒理由這樣 剩下了什麼 一定是大陸佬叫他的 但是呢 最尾現在我們不知道的 你猜是夏寶龍教什麼 夏寶龍不會蠢到這樣 你推出資本增值稅 我不覺得會 但是一定上面說叫他穩住樓價 穩住樓價的意思 上面的意思就是叫你穩住樓價不要跌 而下面的奴才可能聽到另一層的意思 就是穩住樓價不要讓他再升 那些呢 你看這個特區政府二十多年以來 他很多時候為什麼自己採取捉蟲的政策 包括動態清零 所以這個資本增值稅 而且很多細節 他還沒說 我也正如我講過 如果你想學模仿英國前宗主國的資本增值稅 自住的單位 如果你出售是不需要交這個稅的 反而他有遺產稅 這個資本增值稅是給你買第二層第三層 而且出現是用一隻買樓來保值 把英國或者西方國家的經濟向地產化轉化的時候 才會收你資本增值 但是自住那個是不會 所以現在就看一下 他講到是好像任何人賣第一層樓 都要交這個資本增值稅一樣 最新的消息就是資本增值稅一出有如爆了個深水炸彈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當堂面青 公開講 沒有計劃 不會徵收資本增值稅 明明是他說的 說工具箱裏面有這件無敵的螢光棒 這個叫做Star War的無敵武器 現在突然說縮 我認為可能是逼於美帝摩根大通的威嚇 所以follow the money就是這個意思 美國佬一出聲 說如果你夠膽收資本增值稅 在未曾生效之前 香港的樓市就會出現海嘯式的崩塌 美國佬出聲不同小可 當堂蓋牌 但是這樣 香港特區的投資者和業主究竟信不信得過 你現在是不是一個叫做戰略性的退卻 然後縮疾縮疾 遲些又撒回頭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臨時蓋牌 相信是出於美國的壓力 還有恆生指數是年日由智及興 由興及跌 跌到只有15000點的邊緣 繼續開下去 隨時14000和13000 這樣會嚇到臉青 所以說 小男人和大丈夫之分 就是他忘記了舊老闆梁振英勉禮過 要迎難而上 好了 那你現在資本增值稅蓋牌 在垃圾徵稅 隨時又會搞出一場民變 另外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開這個遺產稅 遺產稅你落刀 全民一定贊成 只不過現在有一些香港本地的紅三代就會震驚 例如說霍啟光 你是切實影響到他的利益 還有現在躺平 不知道有沒有足夠的意識 聽著風雲谷的董聲 老董那裡如果你現在告訴他 要開徵一隻遺產稅 我看對他老人家現在這麼脆弱的健康刺激 這個消息未必是好消息 是不是 除非特區政府想提早辦事 對不對 如果這樣 就會靈論到香港的財富階級 就走去特區政府總部門好拉橫額 但是如果沒有這件事你說 資本增值稅你又不敢了 縮了 那去哪裡賺錢呢 為什麼我認為他這個不是一個財政的問題 也不是去為香港的庫房增加收入呢 是因為我剛才都說了 實行這個資本增值稅 只會令到房地產更加一遲死稅 地產商不會賣地 政府賣不到地 其實是得不償失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有更加多的方法 可以立刻令到政府的收入增加 最簡單就是消費稅 好像英國那樣 是否出去吃飯都給20%了 或者是這個海陸空去大陸的離境稅 這個特別是陸路和海陸 這兩個就是可以徵收的 雖然這個數目未必說很大 但是這個是即時立竿見影 那這些這類的消費稅和離境稅 其實可以是令到庫房增加大缺收入 那就可以不需要受制於地產商的買地 或者是這些小業主的印花稅 因為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陳茂波他這樣做 是令到人是很廢解的 所以其實即使他能夠真正推行 他又不敢太大的力度 他亦都不敢那個百分比又太高 那半桶水的情況 其實他是不可以幫到政府庫房 或者他會幫到他自己 令到他可以問頂下一屆的特首 因為他現在開始搶薑的了 看到周圍的人蠢蠢若動 是不是 陶先生 你說徵這個綠路的離境稅 親中那邊民建聯已經有一個立法會 二人良希又說不行了 他說徵這個離境稅會打擊香港與大陸 就是他所聲稱的內地 更緊密融合的大形勢 那麼離境稅呢 親中外國那邊民建聯就反對 其實只是只有一個人反對 他沒有再提了 因為離境稅確實 你給那些小紅書知道 是當你搞港獨的 大陸那些東西 你知道嗎 知不知道那些那些盲毛 什麼都當你是港獨 總之他說為什麼 由廣州去潮州不需要連離境稅 由海陸峰又去潮州 又不需要連離境稅 你離境稅是港獨稅就糟糕了 又手振的嘛 所以現在離境稅又不行 資本增值稅又不行 那最後什麼稅呢 遺產稅 很多地方搶錢的 你想實現 你的最高主人 習近平所呼籲財富平均分配 最好就是遺產稅了 遺產稅呢 現在有一個好 是會令到所有香港有錢的那些 是趕快買健康食品 因為他們不想早死 你一死呢 就馬上下一代 被你捏三成四成這樣就更糟糕了 所以現在你這種種種跡象 現在顯示了特區政府山窮水準 這個什麼國際貿易經濟中心 這些什麼金融城市 你不用想了 這個資本一定是會撤出 不用這樣了 其實現在講來講去都會多餘的了 其實很多稅的 我陶先生 我真是可以騙筆 騙筆真的我可以提供給特區政府 其實呢 單身稅又可以 如果不結婚 你獨男也好 什麼姓女也好 要納稅 接著不生兒子稅 就是說如果你兩夫婦結婚 不生兒子又要納稅 好了 接著死亡稅 如果你家裏有人過身 其實你要納稅 所以你一定要 令到他們健康 和長命百歲 這些我們經常都說 納稅和死亡是人類不能夠逃避的兩件事 我覺得特區政府應該有點創意思維 不要經常學英國 我們身處英國 我們很慘 你知道嗎 消費稅20% 接著資本增值稅 買股票賺到一點點又要給 接著還有那些遺產稅40% 死人的 很多香港中產來到英國BNO Visa 第一件事他不是在想 這個 找哪份工作 因為他太多錢了 他最擔心是究竟 將來怎樣處理他那幾層樓 和他的現金 因為 如果遲了 萬一他兩腳一身 跟著大英帝國政府拿他40% 這個有辦法 當然有辦法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東西就不要學英國 因為 英國這個是衰落中的國家 就是因為這麼多稅行 令到他經濟不振 陶先生 那你可以開創很多 英國沒有的稅 你剛才說的 五生仔稅 單身稅 這些全部可以想 因為你的中國主人 不斷在呼籲 叫你香港和中國 下一代不要躺平了 才生的 這個稅是可以想的 你對你對 麻煩到男女到了30歲 如果還沒結婚 先精一隻獨身稅 還沒生兒子 再精一隻 是沒有兒子稅 要不然我有私生子 怎麼辦 你有私生子的話 可以透過提交血液檢查DNA報告 來申請免稅 但是先交了 直到你提張一個蘇哈 不知道你在哪裏東莞 韶關浦下來 有個湖南 洗腳妹說是你的 就要提交去香港政府 特區政府指定的醫院 研DNA 你不會再欠載 這時候 哪裏東莞 就是這個 罪看看 現在就要了解 你可以這裏東莞 其實這裏東莞 進行中共的 肯娶老婆 肯嫁老公 生兒子 之前全部交了一隻叫搞機稅 或者搞叻稅 又或者變性稅 LGBT稅 總之 那會不會歧視啊 你這樣徵修呢 我包你全個阿拉伯世界 沙地阿拉伯中東那邊帶頭湧湖 因為你在伊朗中東那裡搞機 要麼就鞭打 要麼就將你的同志 在天台那裡推下來 那你大大可以吸引中東的資金 這些呢 我相當贊成 是啊 好過立資本爭席稅 因為很慘的 資本爭席稅都要立 現在凡是敵人反對的 你就要擁護 摩根大通美國叫你不要 你一定要做到底 就是圈僑一時和引起巨大反感 這個所謂的資本增值稅 終於死死去就收檔了 另一項呢 垃圾徵費 就是特區政府所說的叫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這個計劃將會在今年預孕節 4月1日開始就退出 同樣引起非常之巨大的公眾困難 這個垃圾的收費呢 最主要的就是它現在那個 很多的細節 你一時是向那個市面 各階層的民間推廣是有極大的困難 比如收費的模式有兩種 一種叫做按代案標籤收費 另一種叫做按重量收入集費 適用於收費的模式就視乎垃圾產生的人 就是香港人 使用哪種垃圾收集服務而定 一般的垃圾 就是說平時的紙皮盒 或者那些包裝 那些食物包裝 那些盒 膠袋 就要棄置於指定的垃圾袋 指定的垃圾袋又有不同的體積和容量 沒有辦法棄置垃圾袋的大型垃圾 比如那些舊傢俠 床褥這些 在扔丟丟的時候 就要貼上指定的標籤 好了 這個垃圾袋的分類 和怎樣裝垃圾又另一種示範的動作 另外你買一些垃圾袋 又要購買指定袋和指定的標籤 去一些全港的零售的網絡 目前特區政府的食物處 就已經和主要連鎖零售店簽署合約 將會在1月下旬至2月期間 開始銷售不同容量的指定袋和指定標籤 你剛才聽到我說的一大論 沒有辦法用一些更淺白的語言說 首先指定垃圾袋 指定標籤 一些一般垃圾 大型垃圾 按袋按標籤收費 按重量收入集費等等 這一下是全港的垃圾改造收集的運動 我想這個問題就是 你要實施是無可厚非的 因為全世界現在都說綠色生活和環保 還有說進步 但是在現在這樣的時機 港版國安法 特區政府民望空前低落 還有這些社會的心情 還有這個時候你用一些這麼複雜的方式 去分類那些垃圾和指定的垃圾袋 這個是一套非常複雜的機制 這個這樣一時的推行在愚人節開始 尤其是一種非常僵硬的執法的機制 一定會引起非常巨大的混亂 這個混亂成怎樣 我們現在不知道 到時候是可以看 因為你現在是標榜很多罰則 你亂扔 你又要罰1500元 一些是3000元 另外你也有說最高可以罰入獄等等 這個垃圾收費的機制 是有這麼多的細節 而且在全香港700多萬人 很多是基層的市民 老人等等 還有一些行業 例如老人院射 它沒有辦法減排一些廢物 整個垃圾收費的計劃 就是特區政府的宗旨 就是每一個香港人 要培養某些公民精神 最好就要約束自己的消費行為 就要為自己每天排放多少垃圾去負責 香港人很多喜歡去日本 去日本也可以看到 日本社會大小城市 可以說在街邊 街頭巷尾 你看不到有垃圾桶的 於是很多香港人覺得 日本人很文明 他們平時是怎樣去以一個近乎 處理私隱的方式 去將自己的垃圾分類 以及不為人家 以及整個社會公眾帶來麻煩 可以說這個非常深層次的文化習慣問題 所以說你如果真正在日本住得久 你身為一個香港人 自由散萬貫 你是未必適應和未必喜歡的 是不是 好了 這個垃圾收費 這個計劃 鮑先生 你有沒有研究和你怎麼看呢 我就覺得這樣 環保生活或者是這個垃圾分類 這個是一個很容易和應該做的事情 其實我來了英國一段日子 我自己都習慣了 有時候不分類都自己不舒服 這種習慣的心態就很難形容 這些就用後再說 但我想說一件事是很特別的 就是說其實任何良好的言言 但是如果你用的方法或者時間是錯的 這個良好的言言都會變成一個惡果 現在這個垃圾徵費的情況 我觀察就是這樣 無論從諮詢開始 或者一些環保組織提出 和那個大原則 我是沒有意義的 垃圾分類和用者自負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但是問題就是那個執行 譬如最簡單 剛才你所說的 那個政策裡面 要將那些垃圾袋 分成這麼多種類 由三升到一百升的大袋 裡面好像說有九種垃圾袋 另外還要用標籤 然後要買 我先不論價錢多少 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任何的政策 我們不能夠高估市民的學習動機 因為這個是一個沒有誘因的行為 所以如果你的政策越簡單越好 就是說如果你那個垃圾袋 是統一 最多是大小兩個尺寸 那就已經是散卻了很多的問題 而另外就是一些執行上的問題 因為香港的城市結構的問題 高樓大廈多 另外就有很多單棟式的舊樓 還有很多這些沒有大廈護委會 還有這些管理的公司 那這些情況 可能會執行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垃圾沒有人理 結果那個責任就落去那些清潔工人身上 因為清潔工人是最後拿這些垃圾去那些垃圾收集站 如果他做得不好 垃圾收集站是會不收的 所以這個執行的問題 就是變成一個我們叫做那個良好意願 但是會造成惡果的一個源頭 你覺得是不是 是的這個問題複雜就是 本來是由一片自由散漫 是毫無垃圾收集 還有用者自負的任何機制的社會 突然跳到非常複雜 好像你剛才說 連垃圾膠袋都要指定 是不可以仿佈 不可以在淘寶那裡買 這個將來你怎麼倒絕呢 你不知道 因為現在香港有一個進入一個非常之迷你的狀態 就是特區政府和香港的人做了些什麼呢 在深圳河以北有14億的小紅書 和多餘繁星的那些人拿著手機和社交媒體 在那裡看到一清二楚的 你在那裡說什麼和做什麼呢 是有一幫人 你為數你不知道是多少 在那裡字之沉沉和評論 和他們呢 是會提出他們那種騎勵的應對方法的 因為整個大陸 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生態來的 他們呢 是自小是缺乏孔猛的那種道德的底線的教育 可以說大陸那十幾億人呢 是非常之有冒險性和進取性的 這是其它的野種也給它買的 這個辣民的森林生態的動物 這個呢 這個話題其實很有趣 我們第二天再講 我剛剛說了 你現在要指定買這些 垃圾收集口袋 你現在要立法 如果有些某一些大陸人 或者某一些人 另外可以仿制這些垃圾袋 很容易的 整隻勞力士 是這麼精密的 都可以仿製到瑞士園裝標行都分不清 然後在淘寶或者其他地方發行 你說你這隻就要買過一人錢一個袋 其他地方如果我不要說過一 我賣到九毫然後大量生產 然後以走私的方式可以使市民收得到 又或者順豐那些去order 但是這些袋子是做到完全一模一樣 你本身那個膠袋如果你說有人去募製 而且做到一模一樣 大量跟足你九種 然後那個市民又非常守規矩地 把正確的垃圾扔進去 然後綁好 然後放在指定的地點 如果給一些食環處的人員火眼金睛 發現那些垃圾袋是假冒 不是在指定的發售點那裡買 這個要不要罰呢 要不要罰呢 這個售先 要的 要的 但是其他我做足 其他我全部做足 只不過那個袋子我不光顧特區政府指定的 這些垃圾袋的製造商 這個我先提出來 這個將來一定會有的 無論是惡作劇還是省錢 你不要小看你以為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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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是很少的錢 現在是特區政府很多的基層 管治之下很多基層市民水深火熱 那些錢省得一毫是一毫 還有垃圾是時事的 還有天天都要處理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正如我剛才說 你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垃圾分類 沒有這個 由全民 特別是基層的市民 是由零垃圾分類的公民意識 突然間跳到垃圾袋都分九等 然後又再分開兩大類 然後你自己去量重 還有量那個體積大約有多少 然後裝好是正確size的垃圾袋 這個你等於向一個小學畢業的學生 他四側運算都未必拿到滿分 突然間出了一張微跡分的卷 要他做到一百分 中間的行政混亂 以及引起公眾的困惑 我看就不止是三個月的 你如果要真的處理這些垃圾環保 你應該是由粗線條那裡做起先 你要將那些垃圾你先要教育那些市民 什麼叫一般的垃圾 什麼叫非一般的垃圾 這個垃圾 你想指定非一般的垃圾 就是大型的傢俬 大型的家具 OK 我們都知道床褥 我們都知道很多人搬屋 好了 如果是那些沙煲冷餐 比如說水煲 這些是用金屬做的 又或者水壺 又或者咖啡壺 或者多屎爐 我是用壞了 我要丟 這個體積你就算是一般的垃圾 還是非經常的垃圾呢 是不是應該列入傢俬 是丟床褥那裡 要去看他 還是他不大不小 這些就會有很多阿婆阿公 就會舉手問的 他們是不知道的 因為一旦不知道 因為這個日常生活家居 是百科傳輸 那些東西多到你自己沒有辦法 現在會逐樣舉手 就像小學生問老師 這幾個大小學生 他們應該要怎麼做 不是訂套校服 每個尺寸 顏色 那條裙子要多少尺寸 不是那麼少 千頭萬水 有很多東西 所以一旦餘人節 4月1號那天 開始付出實施 會引起一個 非常廣泛的行政大混亂 再加上這些 你都知道 那些食環處前線執法 就很僵硬的 他們到時都拿著一本手冊 或者拿著那個iPad 是逐樣逐樣對的 就有很多爭論的 很多爭論當然是前線執法的sir 他們有那個權力和權威去決定生死 這個不對 那個不對是沒得爭 但是正如你看到前幾個月 在花去那裡的兩夫妻潮州的花店的老闆 放了一些花出去 然後那個明明是犯法的 放到人去隔離那個大廈門口 然後他就說無理取納 你找立案法團來跟我爭 然後那裡的食環處搞不定 要叫警察 警察有一個叫做陳警長 下來指手滑腳 大聲渴 結果是不了了之 將來這些不是說警民衝突 叫做食民衝突 食物衛生福利局名下的食環處 執法人員和一些比較勇武 和脾氣沒有那麼好 加上最近生意不好 和生活指數下降 心情煩躁的街頭市民那種爭執呢 將會有很多 再加上很多新移民的家庭 甚至是小紅書那些遊客 走下來看熱鬧 拿著手機指指點點 你會看到將來有很多 街頭爭執的戲劇性場面 沒錯 其實整件事 這個良好的議員所產生的混亂 是一個教科書的例子來的 因為這個環保徵費的原則 你一定要考慮到一個實際的情況 譬如說記者問這個環保署的助理署長 胡敬恩 說如果有地拖棍 我又放不到下去那個垃圾袋 但是如果我買個標籤11元 妹仔大過主人婆 沒理由為了丟支地拖 要買11元的標籤去扔 結果這位胡署長就建議市民 拿把鋸鋸出來 把地拖棍鋸開 然後才扔進垃圾袋 這些很好笑的 這些是官員真是何不吃肉眉的情況 就是說我要去買把鋸鋸 如果我沒有鋸的時候 於是否違反了環保原則呢 因為這把鋸 其實我只是拿來鋸地拖棍 要回答很反智的 其實還有一點 就是有些叫做物業管理公司 其實已經很周到 你知道香港人的頭腦轉得很快 他就會買一些100公升的大垃圾袋 就放在出來 給一些市民 或者是同一層 我不知道每間大廈的情況 把垃圾扔進去 即使包已經用了環保垃圾袋也好 沒用也好 全部放進去 然後他們就負責統一扎起 打算交去垃圾站 這個本來其實都是香港人靈活的方法 物業管理公司就適事靈人 總之我們包底了 誰知道都被那個陸領行動 那些發言人就說不行 這樣要調查 為什麼呢 因為違反了用者自負原則 一定要那個住戶自己買個垃圾袋 自己放進去 就不可以立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所以有些時候很有趣的 除了擾民之外 你就會出現這些 我們叫 有人叫 環保塔利班 一定要做到他們心目中的程度 如果你用其他方法去過腦骨呢 或者幫到人 都不行的 這種就是引起的混亂 陶先生 就是前線官僚那些低級的指指點點 十幾二十年 尤其是食環處是一個重災區 你看到無數 你剛才舉這個例子 就問這位這樣的官員 我有個拖把地拖我 我想扔 那怎麼辦 他說叫你買把腳 請問買把腳的成本是多少 他沒有說買腳 他叫你鋸而已 陶先生 我大哥 一個阿公阿婆 我現在住在一些基層的地區 我家裡沒有腳 第一 拿著腳 腳不是常常有 你家裡有沒有腳 我沒有 你家裡有沒有 你看到有時候那些變態 碎屍 殺了一個人 熬人頭湯那些 都是輸到用時就方向少 屍到分割的時候才想起家裡沒有腳 才走去附近的五金店買把腳 然後呢 後來警察抓兇手的時候呢 就在那些攝錄機那裡發現這個空鹽呢 啦啦啦 他幾點都到街了 啦啦啦 然後過馬路啦 然後啦啦 去到木廠街那裡呢 買了一把 全新的日本製的鋼鋼 啦啦 回去然後呢 接駁了 鄰居就聽到晚上有腳硬物的聲音 然後第二天凌晨你果然就拿著那個行李拖寵物 不知道拿去附近那裡棄置 是吧 這個不是家裡過的那裡有把鋸 你第一次買一把鋸回來就鋸地拖 把鋸鋸完之後就不知道在哪裡 下一次就真的是大根禮事 你要殺自己的老公或者殺人的時候 有一次想起原來幾年前 真是多謝那位香港官員的推介 幸好有把鋸第二次可以使用 不節省你那個出去買鋸攝錄機給人家添眼 是能裝到那個證據 是不是 不是 屠殺人有提出一個邏輯問題 我假設 鋸很貴的 哥哥 我假設真的當他啦 我沒有鋸 我真的願意給錢買一把鋸鋸鋸開一個地開棍 然後放進環保袋裡面 終於扔掉了 好了 但問題是 這把鋸我沒有用了 我打算扔一把鋸 那怎麼辦呢 鋸也放不到進去垃圾袋 於是我是不是要再買另一把鋸來鋸開這把鋸 然後扔掉那把鋸呢 好了 但這個是一個無限的循環來的 因為每一件工具我所扔掉的時候 我都要買另一把鋸 於是最好買的就是五金譜的鋸 五金譜的生意多了 這個很好笑 其實我回想下去 雖然很荒謬 是不是 那你不如就代這個環境食物局執樓 就這樣吧 每一間屋苑 每一層樓 每一層 你不需要每一戶都要我把鋸鋸鋸 因為一定每個家都有掃把 你不是每個家都有鋸鋸 但是每個家有掃把 每個家有地拖 是不是 如果有牆病那些 如果有一天你要鋸鋸 那你就由十八區關愛組 那些婆婆 阿公 在這個時候 你有事情要做了 就要確保每一間屋苑 每一個屋村 每一層樓 譬如說那層樓是有五房 然後指定這五房人一定要有一房 我家有鋸鋸 因為你鋸完你的掃把柄 A座鋸完就要到有一天 過了一年半 幾個月就B座鋸 B座鋸完就C座鋸 是不是 不需要每一戶都有鋸鋸 但是每一層就應該有鋸鋸 好了 現在問題來了 那層樓A B C D E 是應該哪一座去給錢 去買鋸鋸呢 很容易的 關愛組大媽立刻提議 這些領導幹部來的 我們夾錢買鋸鋸 好不好 五個現在夾錢 每一夥去就近 去打聽鋸鋸在哪裏買 還有多少錢 然後夾錢 OK 這樣就麻煩了 全香港有多少條街 多少個區 多少個屋苑 還有需要多少把鋸鋸 就麻煩你食環處 還有謝展環 局長呢 立刻計一條數出來 然後給個指印 你知道沒有指印 不懂做事的嘛 你剛才說的 有些聰明的市民提出 如果那個長柄如果沒有辦法 棄置的時候 刺穿個袋 那怎麼辦呢 不行啦 鋸掃把柄 鋸地拖柄 這個指印是怎樣去實施 買了一把鋸之後 就放在哪一個家裡 那個有沒有一個足夠的儲物室 還有那把鋸放在哪裏 如果A座那裏負責保管 機座的家裏 如果有三兩個小孩子 十歲八歲 非常的頑劣 沒有事沒有人拿鋸出來當玩具 引起傷殘事件 那又怎麼辦 還有 鋸不是每個人都會操作的 有些老人家 伯伯已經78歲 那婆婆76歲 姑父無依 子女不在家 那叫她兩夫妻雞手鴨腳 怎樣鋸斷那個拖把 她還要鋸幾個拖 鋸幾個拖 手鎮鎮 鋸鎮鎮給我看 很粗重的 不是怎樣三行公贏 每個恐武有力 是四五十歲這年紀 所以將會衍生很多這些技術的問題 每一個市民問 哇 我想你回答到 每一個這些官員 多長兩把嘴都不夠 還有一點 其實接下來就是公眾的垃圾桶 將會出現很多家居垃圾 因為如果有些人真的不遵守的 或者他們真的省錢 他就會扔去公眾的垃圾桶 醫食環處就說 如果你的垃圾桶滿了 他擺到周圍都是犯法的 那這個當然啦 其實一向都是的了 還有他覺得市民會區分和自律 但是我就不相信這個是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 但是問題衍生下去就是說 其實你在外國 好像你說在日本 或者在英國都是 你都是見不到很多公眾垃圾桶 因為他的大原則是要用這個 你要自己去負責你的垃圾 甚至帶回家裡 但是香港現在他推行這個政策的時候 他不會收起公眾垃圾桶的嘛 這種情況就是他們的政策的疏漏 或者他們不夠膽去一刀切去實行一種 真是用者自負和垃圾徵費的政策 因為如果你同時間有這些公眾垃圾桶 你就等於暗示默許的人 將一些家居垃圾扔進去 特別是在一些市區的範圍裡面 這些垃圾桶將會是災難來的 所有人都會扔進去的 就算我出街的時候 我便順便用垃圾 走出去扔進去 這種情況 再下一個問題 他們就會說 不行 如果被我們監察 如果抓到就罰款 接著問題來 誰會監察 在垃圾桶裡面 不是每一條燈柱都有閉路電視 另外如果大廈的管理員 他的責任也不是他看著垃圾桶 於是就引力 接著一連串的問題 就是人力和財力的損耗 結果所有人就耗費了時間 去這些垃圾徵費上面 因為這個政策的不完善 就是這樣 就要問麥美娟 又來她 食環什麼食物福利局謝展環那裡是搞不好的 就一定要分流給麥美娟 因為民政事務局附下 這個十八區的關愛組 這個一定是會由關愛組 走出來提供支援 關愛組就對了 每一家屋苑 每一個指定地點 是發揮大陸街坊組長那種 是監察觸特務那種精神 火眼金睛 還有當然不會有足夠的人 每一層樓每個屋苑24小時盯住 就鼓勵舉報 鼓勵告密 是不是 或者家裡的孫子 看到婆婆 把這些垃圾走捷徑 就沒有包裝好 然後就這樣搗去 街邊鬼鬼祟祟的 晚上趁沒有人在 搗進垃圾桶 又或者那些洗字 或者那些公屋 裡面的垃圾房 裡面不是有很大的垃圾 那些垃圾的垃圾升 以後不行 以後一定要用袋子 然後每一個小孩 你們監察家長 如果發現你們的爸爸媽媽 是貪過癮或者貪方便 沒有裝袋 然後鬼鬼祟祟 把這些東西 混在以前的方式處理 立刻舉報 那就要將這個垃圾的 那個處理方式 就除了民政事務局 就再跨界別 也是保安局 和國安局的職責 因為你沒有辦法 一定是跨部門的 還有 為什麼香港 不能做到日本人這樣呢 因為香港現在的社會 香港是一個生活節奏很快 還有每天那些叔叔都說 你示威抗議好了 不要妨礙我上班 是賺食和上班 非常緊張的城市 你還要每一個人 是平時一個很緊張的 賺食生活作式 上班放工裡面 再花時間 去了解學習 九種不同的垃圾袋 還有每一個人 要把垃圾分類放進袋裡 然後又怕自己擺錯 你要每一天 要這麼多星斗市民 要劃出這樣的時間 去做這些事情 肯定是會出現大量的梳流 還有很多酒節徑是不會做的 是啊 為什麼日本又做到呢 你去到日本 台灣也可以 這些內糧啊 小倉啊 是吧 馬關一些很小的城市 那裡是歲月正好 生活的節奏很緩慢 甚至呢 整個小區都是老化的人口 那些娘、老婆、老公很多是獨居 他們平時沒有工作 再加上長期日本社會文化那種 是非常之高度的功德 所以他們每一天會將 打理你的家 還有佈置你的家 還有怎樣保持社會 社區的清潔 是當做一件很專心的事情去做 比如說你去到日本 光顧一些連鎖店 這個7至11之類的小超市 你都會發現 門口是有四五個日本的阿伯 帶著一些就章 指揮車 怎樣駛進去 然後指定你去泊哪個車位 這些香港沒有 你知道嗎 日本有 因為人口老化 政府是津貼請這些老人家 或者他們是義工 又或者他們拿很微薄的津貼 就每一間7至11這些超級市場 就在這裡指揮交通 不是馬路的那些交通督導員 是那些超級市場和公司門口做這些東西 只是人家是日本 那個小區街坊生活組織裡面 是他們的關愛組 不是有中國大陸街坊小組 那個特色的關愛組 所以你說香港一步登天就做到日本那樣 不是說不行 不是說不行 但是1894年日清戰爭馬關條約之後 簽署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然後由日本直接管治 那樣就慢慢就可以了 是不是 這個三年零八個月的時期 日本人也都用他的方式 將香港的社會生活管治到井井右條 他有他的辦法的 所以台灣 你剛才說台灣為什麼可以呢 台灣現在的人去到為什麼覺得 是一個粗糙版的小日本呢 因為人家有長達五十年 日本的直接管治 但是都要五十年 所以你要將香港和日本相比 這個是不切實際 除非你重新將香港列為日本的殖民地 還有準備用兩代人的功夫 我相信日本人 以及以香港和日本之間那種親善的關係 就是可以在二十年裏面 改倒香港人處理垃圾的DNA 但是除此之外 你找回港人治港 中國人來管治中國人 是中間一定會脫掉的 是不行的 所以這些什麼叫做一般的垃圾 什麼叫做非一般的垃圾 非一般的垃圾 家具 正如我剛才說的家具 是有很多種的 我們一想到是床褥 想到一張床 拆開那些床柄 或者你不要的梳化 那what if 水煲 what if 如果是那些燈 那些座檯燈 那些算不算 或者叫做燈罩這些呢 那算不算是傢俬 算不算是非一般 很難量度的 所以這個人都要去報告 那些事實到無論如何 那些社會主義 就是要做特色的 那些主義的 這是你的社會主義 如果是一般的 我是 third generation 又是一個人 還有一個月 一個月之前 大約幾個星期之前 大聲韓問特區政府 你是不是想在香港推行社會主義 日本某種程度和北歐 為什麼人家的垃圾 做得分類做得這麼好呢 是社會主義管治 先不要說社會主義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這個特區政府 這個《基本法》講得明 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50年不變 這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時候有很多 重疊的灰色地帶很難區分 你一下分到這麼小 還有你要監管 還有正如我剛才說 一定會涉及跨部門 這種管管管管管管就是社會主義的行政的特色 還有一點 這是不是一種熱身 我想起 是不是後面有某種政治動機 從而推行到其他將來香港市民的生活領域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 是 香港的環境 剛才我很早的時候都提過 是很特殊的 如果用日本的例子 甚至英國的例子 因為大家住的地方都是一種類似一個叫做 大陸的說法叫小區 或者日本的說法是一個叫丁 或者是裡面的一個方塊人的地方 英國就可能是一條街 通常倫理之間都是認識和關係都盡量和睦的 如果你的花園或者你的垃圾處理得不好 你都會有一個群眾壓力 還有很容易標籤到你 是你做得不好 但是香港的特殊環境的問題就是 山門閉戶 其實隔離屋是誰都不知道 有些時候就劏房臨立一個單位住三四夥人 甚至在公屋裏面都未必說整條走廊都關掉 這種居住環境和香港人那種國家自掃門前說 早上坐電梯都不打招呼 這種行為或者他們的心態 就叫做獨家村也好 不理人也好 這種問題就是香港長期生活方式 大家賺到錢就可以了 不理你的 於是這個垃圾徵費所衍生的問題就是 當有人不遵守 或者叫做武功得心 把垃圾隨便棄置 習得不好的時候 其實第一 你是很難去找到他 你不知道他 你根本不認識他 第二 也有些人是不在乎的 這種行為 所以其實香港這個特殊的環境 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 譬如我們之前都講過 譬如我講過的一個叫做用者自負的原則 就是這個強制的醫療保險 就是因為你病 你就要買保險 那你就自己給錢去供 你不要經常供 那為什麼做不到呢 我直接說香港人自私 因為老闆又不想供 員工又不想供 政府又不想給錢 其實這個情況是可以投射下去垃圾徵費一樣 現在強制執行 其實是把香港人的特性 我不要說劣根性 我不要說劣根性 是違反的 所以這件事為什麼在西方社會 在日本 台灣都做得到 或者十分成功 但是在香港為什麼每一樣都困難重重 還有那些人為什麼在這裡嘔吵呢 其實歸根究底 大家不肯面對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性格 陶先生 這個性格是好是壞 這個可以值得討論的 是不是 是的 我說技術上是一定做不到的 還有引起巨大紛爭 例如特區政府這個食環處自己自問自答 他都知道了 很嚴重的了 這個很代表一些市民不明白 比如說 棄置一件家具 而這個家具拆開成多個部件 是否每一個部件都需要使用指定標籤 還是如果以繩來捆綁在一起 並貼上一個指定標籤呢 就可以 你想想 首先 你如何定義家具 怎樣去定義家具 我剛才所說的 是不是 這個拖把 是不是是家具 掃把柄是家具 是不是 一張摺椅是家具 是不是 床褥當然是家具 好了 但是也有很多小的物品是家具 一張碗都是家具 一張碟都是家具 筷子算不算是家具呢 都算了 刀叉算不算呢 都算了 是不是 是家具者 是家庭日常生活家具環境裡面所用的物件 好了 而政府怎麼回答呢 然后選擇了不算是家具規則敵人物品 她的一個方案在大纜 上才具 說 她的一個方案在某個方案在大纜 上才具得 兩張小衛生物的質素 很容易 我覺得是否都被用作 也請你看到 如果很好的 什麼方案在大纜 上去 別人 還有一個方案在大纜 上去 還是你多找兩張小衛生物 或者沒有策略 更大件事 但是政府在大纜 上去 已決定該大型垃圾應視作一件或多件物品 就是說你自己去決定 你自己去執政 那倒是死了 然後出現軍紛爭的時候 當局會考慮個別案件是否涉及為例情況時 會顧及上述因素 並按常理作出決定 這幾句你明不明白? 聽不明白 不知道他說什麼 聽不明白 裡面有多少個抽象和模糊的名詞 將來在前線或者現場發生紛爭的時候 誰做法官 是不是? 還是找一個辭匯專家來解釋 當局考慮個別個案是否涉及為例情況時 當局 什麼叫做當局? 就是穿制服前線的食環處的人員 是嗎? 會顧及上述因素 按常理 這裡就好笑了 什麼叫常理? 誰的常理? 是食環處執法人員是決定的常理 還是現在口口聲聲要上訴? 不是啊 這件事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是那個啊 老婆的常理呢? 哦 這樣就審死官了 吵起上來就叫警察 警察來到都嘔嘔嘔 然後就問這個十八區關愛組 那些人還是不停留下來的 如果他們都說了 他們出現了 那些自由壓力的 他們都說了 也看到那些人都說了 那些人都說了 那些人都說了 然後他們說了 那些人都說了 這張摺椅子就車 集體勾鬥 這個垃圾廢置的全民運動的收費 計劃就會成為一個溫感的溫藏 所以是一場社會主義的熱身運動 會改變香港一百幾十年來 那個低稅制 簡單稅制 然後積極不干預 這個是前籍民地政府 積極不干預的那種生態 所以香港不是日本 香港不是瑞典北歐 現在這個垃圾收費是搞到這麼複雜 是裏面隱隱然是不是有一隻無形之手 是要將香港這七百萬人 以這個垃圾收費為試點 來佈置一種組織的生活 這個不僅是社會主義 是一種法家 秦始皇 孫子和商鞅的時候 是一種法家的生活文化的延續來的 香港人現在用大陸的說法在折騰 因為現在香港面對的是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問題 現在的股市昨天就跌到一萬五千多點 不知道還會下市什麼的點數 另外樓價也下跌 今年據聞可能再跌5-10% 其實政府有很多時間和能力 應該要處理這些民生上的問題 現在反而展開了一個 你說的一個社會運動 或者叫做行社會主義的垃圾徵費運動 這種情況是很詭異的 因為照計這些不是政府以往很落造 特別在經濟好的時候都不願意做的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經濟不好呢 就大力推行這一點 我相信可能是除了你說 想市民感受一下將來有組織性的生活 有關愛隊關心你的生活 還有有一種用閉路電視監測你日常生活 符不符合政府要求的生活之外 就可能是令市民多一點的注意力 不要放在經濟上 就放在每天日常怎樣拆袋垃圾 然後哪些要鋸 哪些不用鋸 例如女兒的大公仔要扔的時候放不到垃圾袋 然後你就拿鋸出來將她的頭手腳分離 然後女兒可能哭到媽媽不認得 然後你才把那個公仔 就投放一個袋 手放一個袋這樣扔 這些將會耗費香港 每個家庭除了上班 除了吃飯之外 僅剩餘的天輪之樂的時間 就會浪費在這些垃圾的處理 還有怎樣拆袋 或者和這些清潔工人的矛盾衝突裡面 都會耗費你們的精神和時間 那政府就可以安安樂樂 不用聽你們其他的要求什麼普選 要求自由 要求新聞透明這些東西 可能都是這樣的目的而已 陶先生 是不是呢 裡面是不是政治呢 只是另外有長遠的考慮呢 是把香港社會的結構進一步 用一種中央管理和分散地區 組織管理的那種 只有一個改組 這些見仁見智 香港戲劇協會主辦了一個 香港舞台劇獎的頒獎禮 因為請了鏗槍閘 這個香港電台電視部 是一位前編導蔡若麟 和漫畫家專子 是兩個人上台頒獎 然後台上兩個主持人 頒獎的時候有一番 這個預先準備好的對話 就是以所謂的紅仙和紅橋來的話題 就被指為與大相關 在頒獎之後呢 藝術發展局就撥然大路 說你找這兩個人頒獎 和講一些影射的東西 於是就削減這個戲劇協會的資助 以及以後就不會提供場地 給他們頒獎 這一種當然是赤裸裸的欺凌 首先這兩位頒獎的嘉賓 都不是說有任何的 比如說刑事案在身 犯罪紀錄等等 蔡玉玲是香港電台電視部 前鏗章集的編導 因為查冊車牌遭到控告 但是被他打官司上訴 一直到終審庭被判無罪 另外一個專子雖然多次遭到警方 公開警告說他的漫畫刺痛了 警察的尊嚴等等 但是他仍然是一個 合法自由可以活動的香港公民 這兩個人上台頒獎 首先是不是說藝屬於藝術界呢 頒獎是不是一定要限於藝術界呢 藝術怎麼樣去定義呢 第二 他兩個呢 就是提到一些紅線 紅橋 那個對白就說那條紅線在這裏 不知道怎麼樣啊 是吧 其實這些是不是危及到 所謂的國家安全呢 講到紅線和紅橋 到底是不是犯法呢 哪個字不能說呢 難怪連親中建制的江玉寬 都在這裏直斥 這個香港藝術界的藝術界 是做得過分的 這種這樣的霸凌的現象 大陸老實說的 他就用來指責美國 在這樣的香港現在這種這樣的氣氛 特區政府振興經濟無方 錢就亂打扯 但是藝術界所頒給的 這些香港戲劇做舞台劇的這些 在這樣的現時的那個形勢之下 都已經是辛苦求存 然後你在這裏 就擺起一副家長官的位置 一副這樣的嘴臉 然後就告訴全世界要講好香港故事 這些香港故事 就胡聽也罷了 是吧 是啊 這次的藝術界的聲明 跟進他提出了扣減資助 還有下一屆都不再資助這個頒獎禮 再加上康民署口頭上說不再會租借場地 這幾點之後藝術界的藝術界 是很清楚地指明是因為邀請了 專子和蔡玉玲兩個人士 擔任頒獎嘉賓 和兩個司儀在台上提及的 紅線、紅橋、雨帶相關 是對藝術界的聲譽造成影響 所以作為理據就去進行懲罰 凡事我們真的不如就正面看了 這次藝術界的藝術界 將那條遮收布也好 花紙也好撕爛 或者藝術界作為一個代表了 現在香港這些法定機構 不管它是不是藝術 任何的法定機構 因為國安法和接下來23條 其實他們以後的做事方法 就是好像這次這樣 可以令到大家清楚明白 雖然他沒有說明 以後哪個人可以哪個人不行 但是大家都估計得到了 但凡和以往對政府批評 或者是和政府有任何官司的一個對抗 即使他好像蔡玉玲一樣 可以全身而退 終審法院都說他沒有罪 但是以後你在香港 你就是一個大罪之身 無論你做任何事 將會遭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 這次我樂觀點看是好事 給所有藝術界或者體育界 任何界別的人知道 不要再存僥倖之心 你要在這個土地上繼續工作 或者是所謂的賺食 你就要遇到遭受到 好像這次藝法局對劇協 這種粗暴的懲罰 以及這些無理的理據 以後就是這樣了 大家清清楚楚了 陶先生 首先香港戲劇協會 請些什麼人上來做嘉賓呢 頒獎嘉賓是他們戲劇專業人員自己的判斷 就和你藝法局這些官僚 他們裏面說政府代表 他們有什麼資格指指點點 是不是 那裏面那個章情是不是 是說有一條說明你這個戲劇協會 這個藝術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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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從事藝術的行業 怎樣界定藝術呢 首先我想問一句 你這個藝術發展局 裡面那個整個委員會的名單 首先那個主席叫做霍啟光 霍啟光就是霍英東的孫子 是富商的第三代 霍啟光所主持的這麼久的功績 是和體育有關 就是那些什麼香港奧運會 奧委會這些東西 派一些運動會去外面去比賽 就是這樣 霍啟光本身自己都不是一個運動員 他都是指成富業 富就成爺業 那麼多個他三代人 是和體育最有貼身關係就是霍英東 因為他年輕 在這個香港華商會的時候 有賞為政 就自己喜歡組織足球 和自己落場打過球 到了第二代 所以霍振庭呢 他西裝骨骨和特別的髮型 從來沒見過他和體育的事業 有些什麼好像他老爸那樣呢 一個貼切的關係 霍啟光更加不用說 就算霍啟光是主持這個體育 都和藝術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現在香港呢 叫做文康體 是三樣東西混合起來的 文化、康樂和體育 文化呢 裡面就包括藝術、音樂 就是繪畫 音樂、文學 既然你說香港戲劇協會 是隸屬於文康體 戲劇協會找蔡玉玲和專子 蔡玉玲和專子兩個算不算文康體裡面的文化界人士 專子是一個畫家 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的 你說他不是藝術家 但是他的學歷是中文大學藝術系 第二 蔡玉玲是資深的 香港電台電視部前紀錄片 《鏗張集》的編導 你說紀錄片是否一種藝術呢 這個也有得爭 《鏗張集》是一種創作 我當你不是藝術 不是合意的藝術 但是紀錄片絕對是一種文化表述的活動 你現在呢 香港你說要找藝術界來頒獎 給這個戲劇協會的邀請 你這個藝術本身已經很合意了 知道嗎 我請問 如果他找一個明星去頒獎 那又算不算是藝術界 好了 如果是明星你找一個脫星去頒獎 那又算不算是藝術 明星只要他做過電影 請問電影是不是藝術 任何的電影 劇情片都可以說 俗稱叫做第八藝術 那如果你要找一個脫星 又算不算是藝術家 所以這些呢 就是考納明目 就是對人不對事 就是這個藝術局 是對於蔡玉玲和尊子這兩個人 是充滿仇恨和偏見 因為你這次點名就點名他們兩個 你這樣這兩個公眾人物 是給特區政府一個公職部門 是點名 是說他們兩個不應該獲邀上來頒獎 這一點是對這兩個文化人 文化界的人士 是構成一個品格方面的烏辱 你這個這麼高調 是點名這兩個人我們不喜歡 或者我們是排斥 在現在特區政府統治之下 有什麼港版國安法 陰影處處 是有理由相信 你是會令到尊子和蔡玉玲兩個人 的人格和聲譽受到損害 從而令到他們兩個 在頒獎之後 在香港謀求差事或者求職 又或者從事其他的和金錢有關 或者是僱傭方面的工作 是會受到打擊和損害 這個可以由兩個頒獎打賓可以控告藝法局 你現在說什麼意思 我做過什麼事是不對的 我是不是刑事犯 是不是有案底 這個一定要爭議 因為這個是人權來的 基本法裡面對人權有保障的 要不你就說 那兩個主持說的東西 是紅線和紅橋是批評我 但是那兩個主持紅線和紅橋 他沒有說到危害港版國安法 紅線這個紅線是可以很廣義的 沒錯 任何電台電視廣播電影創作都有紅線 如果不是你需要有一個叫做電影檢查處 紅線不一定是指政治紅線 可以是道德紅線的 可以是色情及淫慰 筆雅物品審財處那些紅線的 可以是你曾經香港特區 是對一個大衛像這個雕像 你都說是色情淫慰 那個都可以是紅線的 他說紅線和紅橋 他代表什麼 他現在是煽動 是香港人不滿特區政府 仇恨康民署還是什麼 還是你覺得紅線的紅字 是充滿污慰和令人厭惡 你這樣說五星紅旗的紅 都是紅的 你是不是視紅就如一仇購 這些完全是可以的 那兩個主持就說這兩句 一個是紅線和一個是紅橋 川子和蔡玉寧是沒有說的 川子和蔡玉寧是沒有說的 川子和蔡玉寧是純粹上台頒獎 頒獎 頒獎是戲劇協會 他們這個單位的決定 他們認為川子和蔡玉寧可以頒獎 頒獎 頒獎 因為英國藝法局的主席霍啟江 他的解釋 他說分配公帑是有責任去降低 違反國安法的風險 是啊 我看不到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兩位專子和蔡玉寧 他們究竟有哪方面是違反了國安法 或者他們的人生 或者他們的行為有哪部分 是有這些違反國安法 其實他都沒有說明 他只是提出那個就是兩位主持 提及的紅線和紅橋 而我根據新聞資料 其實主持人和那個編劇 他都在說交稿 即是交劇本的紅線 即我們經常都說是死線 或者deadline 你不要管他叫做兜得漂亮 還是叫做抽水 事實上當在台上 真的沒有人提過國安法 和這種政府的這些紅線 這些全部都是諸心論 或者是所謂的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都不能夠作為一個很完整的理據 去作為扣減資助和不借場地的藉口 這種情況 我覺得業界的人士 現在就有點出聲 就說一定要有理據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今時今日的香港 已經是不需要講道理的了 不是啊 你不要當他不需要講道理 你就不講道理 對付這些無賴的人 對付這些無賴的人 他就是駁你 就說是這樣的了 現在接受 你們知道他們的嘴唸是這樣 是不夠的 因為你這樣暗示尊子和蔡玉年兩個人 是有違反《港版國安法》的嫌疑人 你叫他們兩個找律師告政府 今時今日 當然了 如果我是他我就叫 你知是什麼意思啊 你想他們真是 又不知道要被… 我民事而已 民事告誹謗 這個都不可以的 香港開罪以來從來沒見過的 到時你又不知道他們會抽他們 什麼的罪名 可能是說他們 逃稅啊 又或者他們 這個言論裡面有煽動啊 或者他們甚至告政府這個行為 都可以是煽動罪的 引起對政府的仇恨 政府不可以告的嗎 香港哪一條法例說市民不可以 可以 司法覆核都可以 但是現在我相信他們兩位 都知道其實他們這兩個身份 是政府的一個眼中釘 那就是這樣了 是不是 是啊 你用這樣的方式來將他們兩個定性 是說特區政府眼中釘 是不是從而暗示給全香港企業和僱主 這兩個人呢 是自問 你不能夠碰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 又未去到說 你打一份工他都不讓你賺錢 但是如果所謂的公眾場合 就是任何這些叫做班長嘉賓 或者是某些的媒體請他們上去訪問 再加上請他們寫專欄畫公仔 這些呢 就可能會造成呢 就是政府的所謂的不滿 或者是覺得呢 現在他們呢 還可以在這裡明目張膽地招搖 而特別是 其實你一碰到政府的資助呢 就是藝法局的資助呢 他們更加會調制 因為呢 這一點呢 是他們那個DNA來的 就是你在他們那裡吃呢 就不可以在他們那裡吃的 這種呢 就是容逐的舉例 但是這個是實際上的情況 你不碰到他們的錢 就是政府的錢 你都可能會呢 遭殃 譬如很多的黃店啊 很多的獨立書店啊 陶先生近來 是不是給很多的部門 走上去啊 抽查啊 問他們那些走火通道啊 跟著說他們那些究竟那個牌照啊 很多獨立書店呢 在前兩個月呢 都已經倒閉了的了 那些獨立書店其實的遭遇和蔡玉寧和尊子是差不多 他們又犯了什麼國安法呢 他們不通賣那些書是全部是違法的 如果是違法的 已經用國安法拉了它了 現在就是用行政手段呢 來去將這些 這樣的 所謂民間的 僅有的一些自由的聲音呢 都將它摧毀 現在我們都說過了 在一百幾十億的國安法撥款之下 現在要抓的要抓的 肥佬黎四十七人 全部抓了 民主黨公民黨全部產平教協沒有了 那跟著那些人有什麼做呢 就是搞獨立書店 搞這些專子啊 蔡玉寧班長的事情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什麼金像獎頒獎典禮啊 又或者任何的學校啊 你都不會再敢請這些人去講座 又或者訪問 這種情況就是 現在香港在國安法 和接下來的二十三條之下 其實怎樣可以定義是紅線呢 究竟譬如說網絡上面近期流行那句 是你悲觀而已 但是我看到油亂入自由自及興的好處 這句說話是正面的 他都可以說你是諷刺 現在就是這樣 文字獄開始了 陶先生 首先 紅線和紅橋 你自己心中有鬼 就說在諷刺著你 第二 專子和蔡玉年 它絕對是符合文化藝術界的身份 因為香港聲稱文化和藝術是在一起的 藝術發展局自己都說的 他說去年六月舉辦的香港舞台劇班長禮 被指有不妥之處 就是說他收到投訴 這些投訴當然是親中愛國的大叔大媽寫信去 他收到這些投訴 他認為不妥 他就判定不妥 但是也有很多意見 是說其實沒有不妥的 包括終審庭的法官的意見 就說蔡玉年這個查冊車牌是沒有不妥 是的 好了 你看看藝術發展局的聲明說 驚深入了解之後 去年11月下旬決定下調 這個贊助 他說主辦的香港喜劇協會沒有主動和局方商討 就偏離以往頒獎禮的做法 這個記住看著說法 包括新增頒獎禮主題 邀請文化藝術界以外的頒獎嘉賓 尊子和蔡玉年兩個都是文化藝術界之內 不是以外 文化 文化是文化 甚至是藝術 這個指責是創的和荒謬的 好了 你說偏離以往頒獎禮的做法 哪一條是說 以往頒獎禮的做法是不得偏離的 文化藝術戲劇如果沒有突破沒有偏離 何來有創作呢 偏離 偏離是否就是犯天條呢 記得以往電影金像獎 都有邀請過各個界別的人去做頒獎嘉賓 這一點 甚至很多時候都會請一些退任的官員 又或者是他們界別以外的一些名人去做這些嘉賓 這種呢 其實在以往香港的影視界或者任何這些頒獎典禮 是很簡單的 其實大家都深知肚明他們現在說這個理由 是強行事後找一個這樣的說法 但實際上是針對蔡玉玲和專子兩個人的身份 當然其實這個究竟這些影藝界或者叫藝術界 還有多少個名字是不可以上台 不可以做頒獎嘉賓呢 但是這個政府從來都不明白的 有些人就開玩笑說 不如你列了個名單出來 他就是不喜歡 他就是要製造一種呢 所謂的白色恐怖 就讓你們這些人呢 不要和政府有任何相違背的意見 不要批評政府 因為隨時呢 你們的遭遇就會好像呢 這個專子和蔡玉玲那樣的了 那這種呢就是 就是所謂的這些文青呢 現在面對香港那個極端的政治形勢裡面 如果還想在這裡呢 工作和賺錢呢 你就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地呢 可以繼續所謂 在灰色地帶或者紅線之前的猶豫 這種呢就是現在 政府或者藝法局釋出的一個很強烈的訊號 所以有些時候 除了指責藝法局之外 我也都要講一些不好聽的說話 就是說 如果還是有一些覺得可以 可以好像以前那樣在香港裡面 從事回他們自己 以往的藝術工作 或者是覺得呢 只要我不講一些敏感的 或者是批評中國的話題內容 我就沒事 但是你要記住 我們所謂的這條紅線 或者所謂這種這樣的限制呢 只會越收越小 越來越多的題材 無論是歷史或者是時事 都不能夠放在戲劇裡面 你只能夠呢 不要說一定要做白毛鋁 智取威虎山 你只能做一些人速無害 我們叫做呢 所謂抽離的世界 甚至如果你借股奉金 或者你借科幻題材 去指明一些社會的問題 甚至是在諷刺中央集權的這種和害 這些全部呢 都會給他紀錄在岸 最慘的是 他不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要付錢呢 就是隨他意思 到你有一天站在台上 好像專子或者蔡玉玲那樣 他就會用這種方法 去警告所有人 甚至去累積那個主辦方 現在就是這樣 杜先生 所以這個藝法局這種做法 是令人相當之厭惡的 因為他種種的契詞 還有一條 他說戲劇協會選擇邀請 當時充滿新聞話題的專子和蔡玉玲 擔任頒獎嘉賓 我請問 找一個充滿新聞話題的人 來擔頒獎有什麼問題 戲劇本身已經被指為小眾 如果找一個知名到當時多人留意的人 去走去頒獎 你是不是可以有助於吸引多些基層的市民 去看戲劇呢 去看畫劇呢 充滿新聞話題 本身這件事是中性的 充滿新聞話題 張子強也可以充滿新聞話題 蔡天鳳也可以充滿新聞話題 在奧運的時候奪得花式劍擊的張家朗 拿了獎回來也是充滿新聞話題的 充滿新聞話題本身是很中性的 而蔡玉玲和尊子當時是充滿新聞話題 但是他們沒有被控告或者沒有被定罪 所以他們充滿新聞話題有什麼罪行 有什麼問題 李家超也是充滿新聞話題 林鄭月娥在任的時候 他天天都充滿新聞話題 還被人詛咒 還被打小人 是不是 陶先生 李家藝法局頒獎嘉賓 有沒有一條說不准 招請任何有新聞風中效應的人來頒獎 這個大家都知道是借口 其實說到最白最白的一句 第一 尊子的身份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政治漫畫的作家 無論在以往的《明報》或者《蘋果日報》裡面 都寫過很多諷刺的漫畫 這個已經是全部記錄在案 而蔡玉玲就更加簡單了 就因為他來自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的主持 或者以往一些表演者 他們到今時今日都是眼中釘 就因為你受過他的錢 你出過他的糧 甚至你離開之後 你都不能夠可以叫做獨善其身 這個跟某些社團的行為很接近 不是說你離開了就離開了 因為你曾經帶過他的錢 所以其實現在你看他的藝法局 或者是任何霍啟剛說的東西 真的他只不過是在堆砌一些理由 全部都是不充分 但是你歸根究底就是這兩個人的背景 現在已經是類似共產黨的管治方式 看你的成分 看你的成分 人格謀殺 人格謀殺 是另類人格謀殺 是吧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這些不是小學生在互相指責 或者街市婆在那裡指指責你 你罵我罵我罵你 是政府的公共機構的行為 你記得啦 你是納粹人公養的 尊子和蔡玉玲都有納粹的 而他們兩個是無罪之身的 所以你說這種行為是多麼卑劣 我就覺得這樣啦 我覺得劇協你有骨氣的 你以後一毫子都不要問他政府 做回你們認為自己值得做的事情 我就拍手掌了 你這樣啊 你這樣啊 你以中國人啊 一定要強調這個民族 以中國人的政治意識來講 你現在就是加強對抗他 是不是 我告訴你 你這樣呢 他這樣的特區政府 這樣的權力機構 他更可以製造某種壓力 令到你整個香港戲劇界 是融化了 就是記協或者民主黨 走去租酒樓啊 是吧 都租不到 那些中國人來嘛 那些酒樓老闆 是吧 他這樣的民族的基因和特色 你就知道這些寒蟬效應 民主黨他是不是現在 是不是由特區政府宣佈為非法組織先 是不是三合會先 那你做什麼 他又不是沒有錢給 為什麼你不租場給他呢 這些是不是人格謀殺啦 中國人社會裡面 是最多這樣的行為 你知道嗎 那怎麼樣 我知道 那跪下了 像你說 那跪下就繼續黑球資助 他現在已經告訴你 場地不借下一屆資助 那個頒獎禮都不會資助你了 所以最好就是解散 在香港不需要有任何戲劇的 做來做什麼啊 這些是殖民地時代 人家英國領導那時候有大會堂 還有一個香港話劇團 幾十年前 陳友厚 姜中平 鍾景輝 這幫人都是殖民地時代的時候 在那個文明社會狀態 還有真正歌舞聲平的時候 那個人心暢順 還有那個人心向上 才有這種藝術家出來 那陶先生 去外國搞頒獎禮可以嗎 人欠一口氣 佛欠一口一住鄉 那他不讓你在香港搞 真是當你所有酒店都不知道 去新加坡搞 去日本搞 再飛來英國搞 那些中國人就打小報告 就說你勾結外國勢力 為什麼你不去大灣區班 那沒有人租場地 是你的事 沒有人租場 你要走去外國嗎 外國租場給你 外國那個政府 是你外國明知道 中國香港特區不租場給你 而是他租場 他就是支持你 是遠對抗特區政府 是不是 那些中國人 是什麼都可以神乱乱乱乱 是加一條罪給你的 所以這個問題之嚴重 就是有個深層結構裡面 他有一種是很惡劣的本性 本身是發出一種異味的 你知道嗎 所以說 你這樣 香港的中學教師 應該是對學生及早指引 你們留在這個這樣的地方 將來搞戲劇是沒有前途的 如果你們想做舞台劇演員 做編導你看看這樣的先例 那些家長什麼戲劇小天使 小孩子想做童星 你看看現在這個氣氛對不對 negligIG 髒 不要 髒 來了 除菲 大家